大家好,今天受客户的委托来看一个位于城县的五房四位的2600多尺的大独栋别墅 位于一个非常棒的封闭社区 整个小区很安静 当一进来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大挑高 一排的窗户,这里采光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呢,屋矿呢,也是很顶级的 这个房子呢,是1998年的 穿过了一进门的这个客厅呢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它的厨房 咱们看这个厨房都是新做的 非常漂亮,而且呢,是这种防水的地板 大的台面,高档的这种橱柜 这边呢,就是第二个客厅 在一楼呢,是有一间卧室的 就是这间,它后面呢,是有推拉门通向后院的 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这个是卧室里单独的一个卫生间 那么在客厅里呢,还有半个卫生间 也就是不带洗浴的这种 这个呢,是给客人用的 作为98年的房子呢,它的户型设计 其实还是蛮超前的 直到现在的新房,有很多就是一楼 一个卫生间,既给卧室又给客厅用 这边呢,就是它的这个院子 5000多尺的占地,这个院子就蛮漂亮的了 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车库 它这个车库呢,是标准的辆车位的车库 就是这样的 而且呢,还有空间可以单独的再放一些东西 在这个车库门的旁边呢,它还有一间储物室 这个不大,但是可以放一些杂物,还有挂衣服 之后呢,咱们沿着它这个大条高的楼梯上来 然后咱们看一下二楼是什么样子的 整个全屋都是这种木地板 二楼上来之后呢,右转 首先看到的是它的这个大主卧 这个主卧还是蛮宽敞的,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它还带了一个挺大的一个卫生间 在这里面呢,浴缸和占浴都有的 而且呢,还是这种分离式的双水盆的一个设计 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次卧 它在二楼呢,一共是有四间的卧室 所以整个房子是五房的 当然了,这些卧室呢,可能不一定都用得上 但是其中呢,你可以拿出来做书房 或者做孩子玩的房间 这边呢,就是它的洗衣房,有水盆 这个是次卧公用的这样的一个卫生间 然后在这个卫生间旁呢,这边还有一间次卧 它这个次卧面积都可以啊 都还不错,都挺大的 咱们看这个灯,这灯特别喜欢,漂亮 而且这样的大条高看下去很舒服 这房子呢,我个人是挺喜欢的 咱们看一下小区 小区里面还有这样的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公园 而且呢,这边小区也是封闭式的 有这种大铁门 周边一拐出去呢,还有一个大的购物广场和亚洲的超市 所以它这个生活也是蛮方便的一个地方 更多的问题呢,可以单独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 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方圆